水晴吃井经济部26号宣布扩大修耕范围 针对桃园、新竹、嘉义还有台南等地的灌溉区 办理第一期稻作停灌作业 而这个消息一出就引起了农民强烈反弹 尤其是长期租地来耕作的稻农 因为没有办法领取修耕停灌的补助 冲击最大 一听到经济部宣布停灌 农民们都很生气 嘉义的农民甚至约到田里去抗议 这一波停灌的面积涵盖桃园、新竹、嘉义、台南 一共四万一千多公顷的农地 修耕停灌规模是历来第二大 大家心情很棒 因为没有收集他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困难 如果要去农民的抗议 要去捕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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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捕捉 农民们认为水不够用没关系 可是为什么不是所有产业一起承担 而只要求农民盖捕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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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湾农村政线表示 政府宣布扩大修耕停灌 影响的不只是农民 还有代耕业者 年米烘谷业者 央苗业者和农业制裁业者 政府不能因为农业产值低于工业 就贸然决定大面积停灌 而忽略了依靠以农业为生的相关行业 记者李会宜 陈显坤综合报导